尝尺的蝦,你們是不是吃得很好吃? 今天晚上做蝦煲 蒜蓉的鹼醬就很快就用了 如果有炸的雞都可以,好像沒那麼多水分 蒜蓉真的很好 這個醬汁很重要,一定要很好 焗魚,焗魚也好 還有這裡 這個叫蜆蜜,你們叫蜆蜜還是軟蜜? 盡量切油的那些 先開好這個醬汁,先去做下一步 放一半的蒜蓉放進去 然後放些油,不要過勻,遞勻,炸蒜蓉出來 蜆蜜放進去 攪拌一下,啪啪一點血便可以了 放了正熱的蒜蓉來倒進去 現在我們在箱頭炒兩盒半 蠔油,燒酒 然後再加點胡椒 最後是自己帶好的鹽 一盒 兩盒 燒烤,這個醬料可以 好,放些蒜蓉放進去 一定要攪拌 而且稍後不夠味 好,讓我試試 蝦味 我就買一些明蝦片 然後這裡一定要用一段薄一點的刀 用一個皮皮的暗掌 跟著一些骨頭上 切蝦一定要小心一點 慢慢勸 然後還有就是 後來要有一個尖尖的 後來被刺傷了 終於完成了 熱鍋冷藥 就是到底都要用來這裡的肉質 然後把我們的蒜 薑 放進去 盡量鋪平底 你的鍋子有多大便便鋪平 感覺香味 炒散後 逼到味道便鋪平 好,熄熱鍋慢慢放進去 放進去 放進去 第一次製醬 看到想吃了 好了,然後再把蝦 放進去 關火才進行 不然會燙焦了 看到魚乾 碟子也沒有問題 當然把上面的滅肉 就包開 好,滷了我們的醬 醬油按理自己喜歡 我便會浪費 滷了你的剩下 大火之後 再煮小火 焗6分鐘 做青紅椒做最後的準備 完成 你這個賣相 一隻蝦 很好吃 粉絲不要錯過 哇,粉絲都熟了 很棒 這個鍋子不用煮飯了 我便吃粉絲一表 好吃嗎 快點嘗嘗 平鄰居等你們 好看 好看